一命二运三风水 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 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 风水葫芦如何摆放 在风水中 葫芦是最常用的开运化煞用具 由于它嘴小度大的外形 可以将好的气场收纳为自己所有 也可以将坏的气场吸收殆尽 不至于造成危害 因此葫芦是辅佐风水布局 加强感应的绝佳用具 但切记不可随意摆放 摆错位置则后患无穷 今天小酱汁老师就来给酱友们讲讲 葫芦在家居风水中的作用 以及摆放风水 一人们为什么喜欢葫芦 葫芦在古代就是具有葫芦的协议象征 我国自古以来就把葫芦当作 招财纳福的吉祥物 在古代流传至今的说法中 据说在家里悬挂葫芦 能够带来好财运 居家平安健康 这是很多人都坚信不疑的 另外把葫芦放置在财位上 葫芦纳尽了财富就不意外流 守财俱富 这也是很多成功人士都相信并且推崇的 我们民间常流行有 安内一粒瓢家内才会富的说法 这是古代流传下来的 意思啊就是让我们在居家生活中 家家户户至少必须摆放一个葫芦 才能够招财致富 由于古代人们的思想深远影响 所以到了现代 还是很多人把葫芦当作是居家必备的 开运吉祥物 二 葫芦有啥风水作用 葫芦的风水作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强身健体 葫芦具备强身健体 防病驱病 增益健康的空效 在家中摆放葫芦 可以吸收病气 让病人尽快康复 还可以让健康人身上的晦气 不及之气吸走 预防疾病 提升人的运势 二 增旺人气 葫芦对人际关系的提升很有益处 在客厅 书房 摆放一对葫芦 有助于主人的好人员 亦得贵人相助 三 生育求子 葫芦多子多福的吉祥寓意 赋予葫芦有利于生育求子的风水作用 特别是开光加石过的葫芦 对生育运势大有好处 四 化煞 葫芦化煞的作用表现在多方面 诸如门冲 电梯和楼梯 正与门相对 厕所位于屋子正中心等煞气 可以通过不同材质的葫芦化解 五 增福增寿 葫芦谐音 福禄 护鲁 有福禄兽齐全的吉祥寓意 六 招财俱财 葫芦肚子大大的 具有包容性 对家人财运的机具很有好处 那摆放葫芦应该注意什么 与其他的风水吉祥物相比 葫芦具有很大的优势 它可以有煞化煞 无煞纳降的作用 所以在家中摆放葫芦 可谓是有摆粒而无一害 但是 这并不是说葫芦的摆放就可以随意了 那葫芦究竟该怎么摆呢 一 根据葫芦类型进行摆放 摆葫芦的时候 也是要注意葫芦是否开口 因为如果开口的葫芦 代表的是解栽振结的作用 但是如果是没有开口的葫芦 却是代表了喜庆吉祥的意思 而在其中摆放的位置也是有所讲究 例如葫芦是如果是正放或者是正悬挂放置的话 代表吉祥起庆的意思 而如果是斜放的话 代表镇宅辟邪的意思 二 葫芦是以摆放在吉位 把葫芦摆放在财位和官位等吉利的方位 这样有利于产生吉利的祥瑞之气 对运势会有所帮助 但是同样也可以将葫芦摆放在胸位 因为葫芦有着收纳器之功 摆放在胸位则可以将凶杀收纳 可以防止产生不利的影响 三 葫芦不宜摆放在厕所 在风水学中厕所是污秽之所 风水葫芦摆放对着厕所 那么风水葫芦就会装满晦气 从而影响宅居者的运气 容易导致破财 求职之人容易碰壁 影响住户的事业 四 葫芦是以摆放在床头 夫妻感情淡薄 吵架不断 这样不利于家庭的和睦 在风水学中 葫芦也有着增进夫妻感情的功用 将铜制的或木制的葫芦摆放在主卧室的床头上 这样的摆放在风水学中有助夫妻恩爱的效果 对促进家庭和乐 甚至生育能力都有着不错的注意 五 葫芦是以摆在门口 在家门口摆放或者悬挂葫芦 可以为家中增添福气和福禄 不仅能达到辟邪的效果 还能给家里找来财气和好运 可以提升家人和子孙的运势和事业等 六 葫芦是以摆放在财位 葫芦的音与福禄相近 而它的外形圆滚油曲线 加上入口小 度量大的特色 在风水学中有着吸纳财富之功 挂在财位上 葫芦纳建的财富就不意外流 守财巨幅功能非常好 七 葫芦材质风水讲究 葫芦的财质选择上 应该跟命主的喜用神一致 也就只说 如果是五行洗金的人 那么则应该摆放铜制葫芦 而命理五行洗墓的人 则应该摆放木制葫芦 这样更加符合风水之道 利于住户运势 八 葫芦事宜摆放在客厅 葫芦谐音福禄 葫芦有着 所以我们可以在客厅的财位 摆放葫芦 用来凝聚财器 大家都看到 葫芦的口是很小的 只要摆放在财位 那么财员进来后 就很不容易再出去 不过一定要配置到家符咒 并且经过开光摆放才有效 九 摆放天然葫芦灵气家 天然的葫芦富有灵气 因其经历生长繁衍过程 感受天光地气与露的滋润 天然葫芦在使用时 要把口锯开 把里面的种子 倒出来晾干使用 如果它在挂了一段时间后 有所损坏 就要及时更换 十 葫芦事宜摆放在卧室 葫芦是一种生命力 很旺盛的植物 具有欣欣向荣的含义 将葫芦摆放在卧室中 可以提升家中的人气 摆放在新婚夫妇的床头 就可以给家族添加子嗣 摆放在老人的床头 就去病长寿 十一 葫芦上慎用符咒或特殊图案 葫芦上的符咒或者特殊图案需要慎用 对风水的气场 磁场强弱和大小有着充分的掌握 不然反会招致不顺 符咒和特殊图案有着特定的功能 但也因人而异 要配合命令八字和屋宅风水 简单来说 家里有好几个人 你针对某人或某个房间放置的葫芦 家庭的另外成员不一定受福气 再比如有人认为龙文葫芦大气美观 殊不知属狗的人为记 十二 葫芦不易摆放在楼梯 最好不要把葫芦摆放在楼梯的下方 因为房屋的构造不同 有的部分家庭喜欢将房屋楼梯的位置整理出来 放置杂物 所以葫芦就不要再放在这个位置了 会把葫芦的灵性挤压 受到不好的影响 十三 葫芦摆放数量不易过多 除了小酱汁上面讲的这些 酱友们在摆放葫芦时 也需要注意葫芦摆放的数量不宜太多 摆放太多反而不好 很多事都讲究一个适可而止 葫芦挂太多了 很容易起到反作用 不仅起不到调整家里风水的作用 还可能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 每个生物都有它独特的气场 气场不相合就会产生麻烦 家里要是已经挂了很多葫芦 就适当的去掉一些 留下一些比较灵的就可以了 葫芦的摆放位置不一样 那么带来的风水影响和风水作用也是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摆放 当然了 大家在提升风水的过程中是要有耐心的 不能自己觉得没有效果就随意的改变 这样反而容易破坏风水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